这是一片华硕的X470玩家国度ITX小主板 它是在快递运输过程中从机箱里面脱落了 可能是螺丝没拧紧吧 看这个电容 脚都断了 轻轻一抠就拿下来了 可以想象当时的现象有多惨了 受伤比较严重的是在背面 已经有了售后的键头标签了 一些缺件的地方都给你找出来了 这边应该是两个三级网吧 然后这边仔细看的话 也是掉了一个三条腿的小玩意 比较严重的就是这个CPU供电这边了 这一代基本上都没了 这几个小电阻或者小电容 这个CPU供电芯片上面也是盲目穿移 仔细观察整片主板 这个芯片组的背面也是缺件了 这边也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什么的 这几个灯 RGB灯 也都掉了几个了 只能慢慢的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给它补回去吧 这边缺的应该是一个三级网 这些小三角的还好 最麻烦的就是那些电阻电容了 这些小电阻小电容只能找点位图纸了 不然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电阻还是电容 电阻的话也不知道他们组织是多少 一个一个的给它补回去 再看一下CPU供电这边 这个CPU供电管理芯片应该是已经坏了 直接给它换掉吧 然后还有周边的这些电容 几个电容以及还有几个电阻 也需要给它全部补齐 先装芯片吧 这个芯片还好买得到 要是买不到就麻烦了 换好芯片之后 CPU供电周边的这些电路肯定也是要补上的 这是一个电阻 有参考的资料 补件的话很好补 补完之后再把这周边这些都给加焊一遍 给他们的引脚都上点锡 OK这边已经全部搞好 确保主板没有其他缺键掉键之后 可以接显卡接屏幕测试了 不出意外的话 屏幕是已经可以正常点亮了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OK这片主板就修到这里 视频有点短 再来看一片华琴的J370主板 这片主板是买二手买的 所以应该没有保修了 先给他装上CPU接上电源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吧 点下开关之后 风扇可以装 主板可以正常上电 还是老规矩测一下 复位 PCIe潮的复位信号 复位信号已经有3.4伏了 这个主板插不了整段卡 也不知道跑马来没有 摸CPU的话 CPU是冰冰凉的 判断CPU没有工作 但是有复位了 先测一下CPU供电吧 可以在CPU边上这几个电感的引脚上面测到 这边测到是没有CPU供电的 这个主板CPU供电采用的芯片是ISL95856 这个芯片在技嘉的六代主板上面比较常见 有图纸 那根据图纸来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先测一下供电 这边芯片的5伏供电是正常的 有5.2伏 边上这个也有12伏的供电 然后这边的话 也是有12伏的供电 芯片的供电都全部正常 芯片供电正常之后 就来测一下CPU供电开启信号吧 这边是没有测到有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芯片的八角外围的电阻没有电压 这个主板没有图纸 只能跑线了 这个黑色的电路往跑线路 看得眼睛都疼 看电路是过孔了 往主板的背面过去了 翻过主板的背面呢 发现这里有点问题 这边好像有个点 是一个坑吧 像是被什么东西砸了一样 刚好这边又是有线路的 确实已经被砸了个洞 放大看的话 这里确实是已经断线了 把表面刮开 准备给它飞根线 刮开之后就很明显了 给它上点锡 然后再给它飞线吧 肯定又是这小老板 拆装的时候 磕到碰到了哪里 飞线飞牢固之后 再把它剪掉 把这部分清理干净 再来看一下 多完美的一根飞线了 OK 再给它装上 再来试一下 这个开启信号 已经有一点一伏的电压了 然后这个摸CPU的话 CPU也是有点温度了 翻过主板侧背面的CPU供电 CPU供电也出来了 有1.05V 可以 现在去给它接上显示器 看一下能不能点亮 不出意外的话 已经是可以正常点亮屏幕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